大概在十年前 有人送了一套新的残铬给我 但是我穿在身上一刻 就感觉那个腿牙就像被掐住的感觉 就被掐住的感觉 两次发现这个事情以后 后来我就扔掉了 我就知道这个裤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一回事 这个时候我看到好像一个人被吊在一个地方 一个人吊在一个地方 被吊在一个地方 好像是吊在梁上面 人吊在梁上面 另外一个人拿了个鞭子 撤他下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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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看到农田里面种了好多麻 大概叫做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人家怎么称呼的 我小时候借过 大概比一人一手还长 然后大概这么粗 然后皮扒下来可以皱成绳子的 然后我就看到好多那个 好多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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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皮 那个皮扒下来 早年可以用来做衣服做裤子的 叫麻布 麻布 那个人就是做麻的人 应该是被农场主批骗打 批骗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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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自若狗 恨自若狗 他人也很紧张 这样很紧张 恨自若狗 他看到谁 谁穿了这个 这个含有麻的那个 衣服或者裤子的话 他就让人家那个腿挤得紧紧的 挤得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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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麻卖不出去的话 那让他让他倒闭掉 让他那个农场倒闭掉 让他倒闭掉 因为那个农场主啊 那个农场主太快了 太快了 就是因为我那些生病了 那些生病就休息了一下子 没去干活 就被他丢在梁上 用鞭子打 鞭子打 所以啊 我现在 现在要报复他 报复他 让他那个麻卖不出去 谁 谁用 用的那个 那个麻 坐在那衣服或者裤子上 就要 覆在这个人身上 让他有感觉 让他 穿着不舒服 就赶紧把他扔掉 让他 再也卖不出去 让他再也卖不出去 这样呢 我就心里平衡了 我就心里平衡了 这么说来 有可能很像很像 因为那条裤子啊 看上去 从普通的有点不一样 看上去就是有点不一样 然后穿了 以后啊 那腿上就扣得进去了 因为那个人 下次腿挂在凉上 就腿被打了嘛 知道了 知道了 像这么一回事 再见 再见 感谢 գ բ բ